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爸爸出完车祸以后 所有的家庭的重担都会落在妈妈一个人身上 妈妈一个人需要照顾两个孩子 然后还需要去做好自己的工作 还要照顾 还要照顾我的爸爸 因为爸爸生病 对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一边上学 然后一边工作 从我上大学 从我的家乡到北京 然后会离家很远 之前也会犹豫要不要来这么远的地方去上学 然后呢 因为我很担心我的 很担心我的妈妈她不能够去 她没有精力去照顾好家庭和父亲 对 然后 但是我的妈妈就会告诉我说 做你自己想做的 对 然后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就算是女生 也可以把工作和事业都做得很好 所以那我就决定来北京 来北京上学 最后在这里遇到了我先生 然后我结婚 然后因为 因为从小 从小到大 她对我的 我的母亲对我的影响 所以我认为 女性是可以更好的去追求自己的生活 因为我的 我的 我的家庭的问题 是我的 是我最大的动力 也是我最大的困难 对 就是我的 我的 我的妈妈这边的问题 是我最大的动力 它让我不放弃 然后不停歇 但是它也是我最大的困难 我从2014年开始 然后我从我自己的工作的地方出来 我自己开始做一间自己的公司 然后这间公司主要是做 跟美容 皮肤护理有关系的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是比较 比较艰难的 因为你的经费 你的钱会比较少 但是我们都很 我的同事都是女生 所以我们都希望能够让自己的梦想得到实现 所以我们自己都很努力的去工作 当然作为一个女性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遇到的困难还是很多的 比方说家人 最开始面对的问题就是家人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 因为我的先生 先生还是非常支持我 但是我出来创业的时候 我的孩子还很小 他大概是有三岁 三岁左右 所以其实在他的这个年龄是需要妈妈的一个陪伴和照顾 后来我 我因为我的我的梦想 我就跟我先生去讨论这个问题说 可不可以让我出去自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孩子可以你也多一点时间去照顾他 然后最后他同意了 就是公共婆婆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公共婆婆 my husband's grandparents 然后他们最开始也是不太同意的 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我出去工作 然后他们就会付出他们自己更多的时间 给到我的家庭和给到我的孩子 因为他们要帮助我的先生一起帮我照顾小孩 那后来我有跟我的公共婆婆有深入的去聊天 然后他们觉得OK那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仍然去坚持了我的道路 但是我觉得可能像我这样的女性比较多 女人在面对工作和事业的时候 首先面对的困难就是家庭的问题 特别是在亚洲 当然我觉得在现在的中国要比亚洲的其他的国家 比方说日本还有韩国 还有还有还有其他的国家要好很多很多 现在的中国女性的商业女性的比例 已经超已经占全球的百分有一定的百分比 比其他的国家要高出百分之二十四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当然我们也希望未来有越来越多的女性 可以去为了自己的梦想和自己的 自己的自己的自己喜欢的东西而去努力去争取 我觉得当然一旦你开始从事商业性的工作 自然会减少对家庭的照顾 但是如果你有智慧 是可以一切处理的非常的平衡和完美的 对那所以女性作为我自己 我在开始出来创业的时候遇到的问题 我是用我的方法去解决了 那么第二个很严重的问题 实际上是在我创业三年以后 三年以后我的公司都已经有一定的高度 已经很好了 在这个时候有一家资本 资本的公司就希望能够加入我的公司 然后他们会投资投三百三百万 跟我一起来新开一家新开一家店这样 然后因为他们在这个投资公司在中国的生意做得非常好 并且是两位非常优秀的男性 我就接受了这个合作 可是我们在合作到五个月以后 发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这个男性的投资人 他希望跟我有更进一步的关系 就是他希望能够跟你有男女的关系 这样子对在六个月的时候 我的投资人男性投资人 就会每天晚上打电话给我 很晚很晚打电话给我 然后说他会很爱我等等 等等这样子的事情 然后这个事情它其实除了影响我们的正常工作 也会影响到我的家庭 因为那因为这样的事情 我就跟我的这个投资人讲 那我们就停止合作 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说 那你就把你的钱全部拿回去 虽然那个时候我们已经 虽然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用这个钱 去开了新的店了 已经把钱都用出去 去买了新的仪器呀 然后租了店面呀等等 但是我仍然觉得在那个时刻 我需要做出一个果断的决定 就是我们开始分开 我们不要再合作了 也不要有更进一步的关系 所以一个电话就决定了这件事情 当然那边那位男性的投资者 他就暴跳如雷 他就说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话 叫头发长见是短 头发 means long hair but less knowledge 然后呢他就觉得 我是一个女人 所以我永远也不可能 如果我不选择跟他在一起 我永远也不可能干成一个事情 然后他就指着我开始说 所以呢我最后把三百万全部都还给他 然后三百万呢用了我大概一年 一年半的时间来 也是因为这个事情呢我们 我接受到很多的帮助 第一是我的员工 第二个是我的朋友 就是女性 那很重要的一个帮助是 我的一个朋友推荐我去上了 高盛跟清华的这个中国女性 企业家的这个课程 那么这个课程 是一年的时间 我得到了全部的奖学金 然后这一年的学习 清华的所有的老师 教会我如何去对待资本的问题 如何去选择优秀的partner和作伙伴 然后如何去把自己的生意做得更好 这个事情对我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原因第一个是我学到的知识 第二个是我们的一个班的同学 都是女性 然后都是优秀的女性的创业者和企业家 然后我们在课堂上以及课后 也会互相的帮助 帮助彼此的成长 那我从课程结束以后 我就有一个想法 说因为我得到了很多人对我的帮助 所以我也应该给更多的帮助 给到所有所有的女性 于是在2017年的6月份 然后我和我的朋友Penny相相 对 然后还有其他的 我也有跟Wanissa提前有沟通过这个事情 那我们开始做了Leader Lady 女性的社群和平台 对 在我们从小到大是没有接受过这样的一个课程 如何去对待跟先生的关系 如何处理好sexy的问题 对 那因为我们的妈妈告诉我们 你就应该是一个好妻子 你应该是一个好妈妈 你没有告诉你 你应该成为一个好的Leader 你可以为你的梦想去做什么 所以呢 那遇到家庭的问题的时候 女性就选择OK 那我就在家里面 但是我觉得妮儿女士的出现 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女性 从内在真正的觉醒 你真正要什么 并且我也认为 一个长久的家庭关系 是需要平等的 不是你回归家庭以后 这个男人就会爱你一辈子 不是这样子的 是因为当你出去工作 你自己身上散发出来的魅力 会吸引他跟你走的时间更长 我觉得这个应该让女性去明白 而不是后退 你的后退反而会导致家庭的破裂 因为中国的离婚率在逐渐的攀升 原因是因为当两个人不平衡 如果这个男人 她的事业做得越来越好 这个女性在家里面 没有任何的机会接触外界的话 男人自然而然会选择外面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让女性看到的 只有去努力争取自己想做的事情 让自己本身散发自己的光芒 才会让这个家庭更好的去看中你 更好的去对待你 当然孩子也会如此 因为孩子是以妈妈和爸爸为榜样的 我觉得家庭关系的和谐 取决于女性 妈妈对于孩子的教育也取决于这个女性 如果你能够为自己的事业和梦想去坚持 孩子得到的教育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妮儿女士在后期的所有的计划里面 program里面 我们会重点去安排这样的一些活动和课程 来帮助女性先走出内在对这个关系的一个判断 对 我最喜欢阿拉伯达斯他那个PDF后面最后一句话 是如果你能够看到更多世界将会发生改变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对于全世界的女性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我觉得中国女性亚洲女性还有世界女性面对的都是同样的问题 那我觉得阿拉伯达斯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些项目 帮助全世界的女性能够走到台前 能够勇敢的去面对自己想要的东西 能够链接在一起 因为我们是一起力量会更大 如果只是一个人的话 实际上还是会不敢会害怕 害怕跟全世界作对 可是当我们所有的女性都拉在一起的话 实际上这个力量是可以让我们能够更加勇敢 更加面对所有的一些困难 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特别特别特别好 我们也希望说中国的女性能够成为其中的一个受益者 然后能够加入到这个链接里面去 然后我们因为中国的女性 中国的人口是很多的 所以同样中国的女性是很多的 那么中国的女性也希望跟阿拉伯达斯里面 所有的优秀女性一样 然后站起来去为我们自己的幸福去争取 如果我们秀λι人的负转我们的世界 我们俳能改变 如果我们在此交变 如果我们使我们改变 我们能够更改变 如果我们有六iscilla俱语 有什么地方 我们有少力的 如果我们要不然 所以我们要不禁论 我们的场合讯 我们会论 我们不担的